第二个课判无上供养 我以广大圣洁心 身心一切善事佛 喜业普遍心愿力 普遍供养诸如来 嘴 这么热啊 好 下面就是说 这个是无上供养 无上供养的这个偈颂希望大家好好看 可能不是特别好懂 我以广大圣洁心 身心一切善事佛 喜业普遍心愿力 普遍供养诸如来 这个供养诸我以广大的圣洁心 一般广大的圣洁心 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他没有特别广大的圣洁心 如果有了一些菩萨的境界或者说一些中观的境界 那么这样又特别广大 什么样的广大呢 就是以三能提空所摄受的供养呢 就是供养的心也可以叫广大的圣洁心 还有依靠诸佛菩萨的神通力 等持力 那么他们的威力来作供养 以前有些大乘经典里面讲普贤云供 把自己的身体幻化成无数的供养天女或者说普贤菩萨 然后他的心口又发出无量无边的普贤菩萨 每一个菩萨封着各种各样的无量无边的供品 在等持当中能观想这样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殊胜的圣洁心 那么以这样的圣洁心能深信一切四方三世如来 在我面前可以呈现以广大的供养的心的话 所有的四方三世如来完全能展现在我的眼前 同时以普贤菩萨的广大的心愿力 就是普贤菩萨的广大的心愿力 供养所有各种各样的供品 普遍地供养所有的这些如来 这是作为我们一般的世间人来讲 的确也不是那么好观想的 普贤云供也好 三轮体供也好 或者一刹那间当中三世十方如来全部展现 以普贤菩萨的未得力一切的供品 全部都展现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佛经当中讲佛经里面 好像是在智慧部的普贤显弦品的注释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智慧部 以前是个大意思 他的注释里面应用了一个佛经 就是佛秘密经 佛秘密经 世间当中有三种无上何谓三种无上呢 一个是发菩提心还有一个说是受持正法 还有一个依照佛法进行修持 这三者叫做三种无上 所以《普贤行愿品》的长行文当中 也是我们以前都是引用过吧 比如说我们发了无上的菩提心 还有我们摄持正法不舍弃众生 这些都是无上的供养 对诸佛菩萨来讲是一种无上的供养 那么这种供养应该说是在世间当中很难得的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 比如说普通的居士 普通的平常出家人 可能我们要有这么高的一些 普贤行愿的境界 威力的境界 或者说 我有一种我的境界 虽然功德很大 但是我不一定有 因此在科判当中也是叫做无上供养 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供养应该在一切供养当中是最深的 我记得在《阿含经》里面也是有这样的 比如说 佛陀接近圆寂 接近圆寂到居士纳城 然后让阿难成事创作 然后佛陀偷操拜 然后以狮子卧射实现圆寂 实现圆寂的时候 当时索罗双数剑 在佛陀的身体上开始删满花朵 然后阿难就问 这个是谁善化的 然后佛陀告诉 这是鬼神 对我身体进行供养这个花 阿难问 这个供养是不是最深的 然后佛陀告诉阿难 其实这个并不是最好的供养 那么最好的供养 就是证悟了我的境界 前面讲了大概有两三个颂词吧 那么最后一个颂词说是 赐金花如论 三佛为为供 不是最好的供养的意思 然后应戒如我来命第一供 说云 戒 这些都是如果如也无我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最第一的供养 所以《章阿含经》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说 我们对它的供花 供香 供灯 这些在世间当中来讲 当然是最深的一种供养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从无上供养的角度来讲 它不一定是最无上的供养 最无上的供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要么就是自己发无上的菩提心 或者我们自己平常讲的法供养 就是自己受持正法 这个是最大的供养 比如说有些人经常说 某某上师的恩德非常非常大 我怎么样能报答他的恩德呢 其实上师你不一定要 非要给他供几朵花或者一根哈达 或者有一点人民币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供养钱的话 后面有很多的执著 什么执著呢 因为自己对钱特别执著 也有很多的痛苦 然后我某某上师供养了什么 那么有很多的要求 比如说你供养佛的话 为什么佛不加持我 我怎么会是身体还不好啊 我供养了那么多钱 然后供养了上师的话 上师怎么对我不好啊 我对他供养什么钱啊 很多人都有这种要求 所以佛陀为什么说财供养呢 不是最好的供养 最好的供养是什么呢 就是发供养 发供养的话没有什么条件吧 比如说我今天背一部论典 我今天看一本书啊 我前两天都不是跟大家讲了吧 其实真正我们最喜欢的 很多人都是如理如法地听受佛法 的确是很多人好好地听法 就是特别对诸佛菩萨来讲 是最大的一种供养的 然后你听了以后自己好好地守持 守持以后进行修制 这就是叫做三大无上供养 我刚才前面引用的也是这样的 然后你们也同时可以看看 《普贤行元品》的长行文里面 也讲了很多无上供养 因此我们要发愿的时候 如果我现在还没有到达 像三轮提空或者一幻供养 无量无边的佛陀在一刹那间 当中我面前 现前以《普贤行元品》的功德力 然马转化出无处的供品 一切供养的能力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还是用自己尽心尽力 摄受佛法 供见佛法 利益众生 这些方式来供养的话 诸佛菩萨是最欢喜的 应该说诸佛菩萨一定会欢喜 自己的积累资料也是会很快圆满的 这是讲的供养 我们刚才供养之分有上供养和无上供养都讲完了